中国大陆造舰能力太强了 最近一发讨论还有超级战舰叫做057 057它说是采用全电的动力系统 用极所有先进的科技跟新式武器于一生 担任动武大区的后续战舰 新一代航母战斗群的远洋导弹的驱逐舰 为什么要发展057呢 其实要先讲054A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054A 它因为太慢了啦 大概最大节速28节 你现在055这些都赶不过去了 那你怎么样去进行它的一个保位呢 所以054A之后呢就开始研发054B 054B就是054A的升级版 然后呢054B发展完之后又发现说 好像又不够了 因此054B又有升级版就变057了 然后又比054B又多了2000吨 那大概会说是8000吨左右 所以比055还小一点点 但是呢它有动力的升级 加上新式的武器 电磁轨道炮 高能雷射 雷达隐身的技巧 以及全电推进的动力系统等等的 我想问一下将军 然后还有说它的垂发 比055少一点点 大概80具的垂发左右 因为这一动物器 跟动物又可以划分 另外一个时代了 是 因为动物大驱虽然是动位大 投射力量也很强 但是自从马伟明搞这个电机系统的推进了 他就把这个动力系统又盖了提升 那甚至于动力系统改了以外 全舰的这个控制系统也改了 对 那能够产生更大的电源呢 他就可以打电缰炮 电缰炮就雷射的这个激光武器 这个武器射速快 命中率高 那换句话说 就不要完全依赖舰炮 或者是短程的飞弹 他就可以做很好的防护问题 再加上他还有投射相当距离的飞弹 他盾位一定要加大嘛 雷达要改 储弹舱要改 发射的这个弹井要改 电力系统要改 他增加2000吨是合理的 那几乎他虽然比大区 林伍古大区少那么一点 1000吨的这个盾位 但是战力不会 对啊 因为他都新的武器 他都新的 所以他这个电改变了很多东西 OK 对 所以中国大陆你看 有一系列的武器 都在进行研发 那另外再来看到 其实呢马伟明 刚才将军特别提到他了 中国大陆工程院的院士 马伟明要打造一个 集成电磁炮的相关的 电磁轨道炮 还有雷射武器 大功率微波武器 于一身的超级战舰 那要采用中压直流的 输电的技巧 超越美国诸瓦特级驱逐舰 好 如果成功的话 就被视为是中国海军 历史上的一大的重要的革命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你想想看 雷射武器是一种 那种电磁武器又是一种 它可以骚容你所有来袭飞弹里面的 那个信息系统 就是导航系统 就是说你没有的导航系统 你是不是就打不中目标了 那就变成散弹了 第二个它用很强的电磁波 让敌人的雷达把它看错位置了 譬如说我在这边 我给你投影到这边 那你飞弹就打这边 这也是个不像以前 炮硬碰硬的去拦 以前是靠飞弹 靠快速火炮 炮那个炼炮 去拦你 去拦你 那个还是要子弹碰子弹的 他把位置给你移开了 你打虚的 你打的都是虚的 打到棉花去打不到碟 什么棉花你浪费弹药 浪费弹药打到别的地方去 你也是靠雷达去锁定 导航了去锁定 我误导你雷达 把位置给你错开了 错开你就打到这边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拦截 我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去搞拦截飞弹 因为拦截飞弹很贵 你要打得这么准 你的对手是飞弹 都是几个马赫以上的 那很难拦 刚知道你看错位置 走错门了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我讲这个东西 如果发展成功 是解放人海军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改变 讲去这会不会改变 海军的作战 海军的作战方式也变 因为你面临的不是炮 也不是弹 对不对 他这种电磁波 导航给你导错了 把你的零件烧掉了 把你的这个瞄准的这个 所有电子系统都给你烧坏了 这个战局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根本 讲难听点 你砍的都是空的 你打的是虚的 可是我打你是实的 对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在研发这些武器 可以发现说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个新闻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什么呢 美国其实呢很多的怎么样呢 战舰都维修有问题啊 比如说来看到 美国航母你很多没错啦 中期大收问题可多了 美国要从中学习啊 说到是这一艘舰艇 它是核动力没有错的啦 但是呢你知道吗 一艘核航母大概有50年寿命 不过你到25岁中年的时候 就要大收啦 并且补给燃料等等的啦 光是刚刚说的这一艘 乔治华盛顿号2017年8月就展开 补给的燃料跟复杂的翻修 本来估计是要在2021年出厂的 却拖到2023年5月25号才完工 拖了两年啦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造成员业开始衰退以后 就没有船屋了嘛 没有船屋船怎么修啊 船一定要进了屋 你所有的技工啊 这个大的工具啊才能上去 那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船虽然很多 大家都在等 等什么修复 熬带补 各位观众 你家里养一部20年的老车 你就知道了 这边不是这边坏 就是那边坏 要不然这个短路就是那边锈石 航母在海上 沉天泡了海水 海风吹的 这个盐的侵蚀力是很强的 所以这个所有的基建 包含不只是船啊 连飞机都要去 它很多零件 零件都由于腐熟嘛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很严重 我看他现在在找出路 找日本啊 韩国的这个船务啊 帮他修 是 不帮他修也没有办法 那美国就是只有这一个 Newport News的造船长 Newport是他航母的大基地 我去过 对啊 就在美国海军战院的旁边 那我去参观过 的确是很壮观 航母的基地 但他就这一个而已啊 现在每个人挂了一个病号 怎么 不是等药 就是等修理啊 对 这很痛苦啊 美国海军很痛苦 很痛苦啊 因为你有那么多的船舰 要修 要保养 要造舰 那根本就没有得用嘛 Newport News 刚刚将军说他去过 很棒 没错 但你就只有这一个啊 这种大陆没有啊 很多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 以前航母都是循序渐进 几条在海上 几条在训练 几个在船 自从川普跟拜登 开始搞对中的这个问题 对 哎呀 他出巡的任务太多了 哎呦 李米兹号 累得各半死 雷根号也是齐一奔命 没事啊 裴洛西来 他要去护航 那边谁他要去 所以美国海军的官兵 休假也不走上轨道 维修也不走上轨道 没错 所以去年到今年 什么冲船的了 什么跌下去的一堆 靠码头的了 摩擦的 这种事件很多啊 对啊难怪这个 你任务多嘛 消耗就快嘛 是 耗材就增加嘛 没错 那进场的需要更大嘛 更 对 刚讲到重点 你更需要进场 就搞了半天 你又塞了 哎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 从造船就可以看到 东升西降 继续说 好我们说呢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较量 美国很常呢 去拉美国 中国到周遭的盟友 或敌友 想要跟他一起对抗 尤其是呢 是个拉印度啦 最近呢 不是莫迪去 美国之后呢 拿了一些订单等等的 那最近呢 印度 哎 将军怎么看 印度真的是 看不起中国大陆吗 来看到前印度的海军 副参谋长 他说呢 中国大陆还缺乏航母的应用的经验 还在全力追赶印度航母的经验 你说追赶美国就算 他说追赶印度航母的经验 他就提到了航母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舰载机啦 还维护火炮防空等等的 还说中国大陆使用的航母技术 还是落后印度十年 数十年啦 你要讲他讲的事实的话 我都认为对了 经验还没有那么 到地维修了 问题都很多 但是不是跟你印度比 对谁要跟你比 跟你印度比呢 中国大陆真是羞死了 那一头创柱子算了 谁要跟你比 跟你比不是自己 贬低 贬低自己的身份嘛 对不对 印度那个航母 也不过就是瓦良格号 就是辽宁舰 但是拿回去 他能不能像中国大陆 或者把辽宁舰修得很好呢 这是一个问号 对 第二个你一共就两条船 你还同时出来 秀给大家摆拍 是不是一起回家休假 进场 对 对 中国大陆 全军很快 飞机航母发展得很快 对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军演 军演就 我承认 航母也好 飞机也好 它的指管通勤 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尤其你协调了几千个官兵 上百架的飞机 塔台 作战的指挥 飞机的调度 你飞机还要从舱里面伸到甲板 甲板再放出去 很多问题 是 一个航空母舰等于一个小城镇 五千人在上面 五千人 对 对不对 那五千人的生活 起居 工作 轮班 这太复杂了 对 所以 所以很多人把老公的军演 每样都揽到自己身上 又威胁台湾 你要是中国大陆 有这么多武器 你也天天在军演 是啊 你不军演 这些兵没有用嘛 对 你看舰船的时候 海军的成员就要到造船工厂 跟着一起实习 你不去实习 船将来作战的时候 出了故障 你就不会了 你要会修啊 对啊 你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哪里去找它的零件呢 你看看我们的远洋渔船 都会有很多的技工在 做好准备才敢出去啊 对啊 对不对 随便哪个马达坏了就 要知道怎么修 损失就是 损失不起啊 航母更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 今天制造这个 恐怖的这个气氛的时候 不要乱揽啊 哪条地方又发现什么剧 那他必然耀眼 对啊 只是不过就在你家附近 因为中国大陆家的外面 就是台湾之间啊 第二个他何况 何尝不想收一点政治 威嚇的这个意味 当然 所以我们看也是看 出动的架持 出动的编组 做的科目 对 哪些是对我们有危害的 你像我上次在这边讲 我很担心 零七五啊 零七五啊 零七零一零七二 零七二 这些现代化的两栖登陆作战 中间还有一个那个闪电航母 对 零七六啊 对 零七六啊 合过想要啊 对啊 他就等于是一个小航母嘛 他飞机可以起降 垂直起降 他如果买一个 他在太平洋这个舰队里面 那不得了 天上有地上有海里有 水下也有 水下最强了 对 所以他买可能不只买054啦 两栖有可能 两栖有可能 对啊 因为他可以 俄国也会海上起降嘛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中国大陆重返海权大国 真的没有要跟你印度比啦 然后那现在尤其是中国大陆 央系也官宣啦 说呢 福建舰啦 进行动力测试跟细薄测试啦 其实也说七月要进行海事 那就很快就要进行服役了 那光是呢 你知道南海舰队呢 就已经是非常强了 南海舰队就有120多艘的战舰了 山东号航母可以搭载48架 各型的舰载机 然后呢 还有刚刚将军不断提到的 07527攻击舰海南号 30多架的舰载机都有嘛 另外还有包括什么051啦 052啦 05C啦 4艘055啦 9艘052D啦 你看念不完啦 所以南海舰队战力十足 好那你菲律宾 真的要跟中国大陆硬钢吗 菲律宾最近引发讨论什么呢 他们的海巡队发言人 又开始complaint了说 哎呀两艘的飞国海巡船 6月30号 护送一艘船要去仁爱礁 结果驶入22公里之后呢 就被中国大陆海警船 你看距离好近啦 91公里处啊 尾随啊 骚扰阻挠等等的 但中国大陆已经告诉你说 我已经把这边围起来了 这边我们是会有执法的 按这个破船你还要进行 那个相关的补给 当然会受影响啊 首先讲南海舰队 南海舰队其实有这么大的兵力 是早在预谋之中 从20年前开始讲这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就是路上一条 海上一条 海上一条 它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的实力 才能够让海上的思路 能够安全 那同样的还任赴一个任务就是台湾问题 南海舰队离台湾也不远 他也是可以支援东南边的这个 美军要来的话 其实大家都不要拿国军去跟解放军去比了 他们所有建军的目标是针对美军的啦 对不对 跟我们量体不同 量体不一样 装备级数也不一样 他现在搞这个搞那个 我看都是隐含的针对美国介入的问题 还有印度那边的干扰的问题 对 因为菲律宾现在被美国拉去了 说要建几个基地 四个 多四个 四个 问题这四个 菲律宾总统还在那里骗人 说哎呀我不允许他用这个基地去对中国打 那个时候游得了你嘛 你怎么可能管掉美国 你打一个四个基地 老共就把你当成四个目标 难怪冲绳也紧张啊 我也会被源头打击啊 对所以问题就是这样嘛 你是驰鱼之殃嘛 对不对驰鱼之殃嘛 这个房子灼火了你旁边也倒霉嘛 所以菲律宾是小国家啦 但是他又舍不得他在南海里面那一点点 油气开采的资源 所以在仁美礁 仁爱礁上面搞一条破船 对 拖到那里 扣了二十年 二十四年就不走 那中国大陆也不好意思上去一炮完你给轰了嘛 所以把你围起来 围起来你补给品不上 等到哪个台风呢 你这船也就解体了 现在那个船还不能拖啊 那船一拖散了啦 就散了 因为我们看照片上面到处都是洞嘛 袖石 袖石了嘛 你坐摊坐这么久 每天海水泡的 你又不能回屋去维修 也不能上漆 这个船 这几个兵是很苦啦 你知道船上没有冷气是什么东西吗 是铁箱子的烤箱啊 对哦 对对 我觉得菲律宾这几个我非常同情 怎么办呢 吃的东西不够还要用直升机调过来 那这次去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要去啊 不让你补给嘛 你自然而退嘛 你自然而退是最好嘛 你要想去补救我就拦你嘛 那菲律宾的海警船有多大呢 你看那个照片 这个量体差太多了吧 大屋小屋嘛 大陆的 我不要开枪开炮 我撞你一下你都受不了 我不用撞 我那个扫个尾巴 你那个尾流都不行 这个问题就是说 菲律宾现在也很难 它又是中南半岛的这个叫做什么 东协 东协大部分也跟中国大陆已经妥协了 对啊 那南海行动准则马上就要颁布了 美国就是看不得这个东西啊 赶快来插一杠子 为什么 找个最好吃最软的菲律宾 因为美菲有协定 你知道吧 所以它就顺理成章 摁要这四个基地 所以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说好你要让给它 将来你自己自负成果 对啊 所以海警船的动作也比较激烈 是 对不对 那菲律宾自己要考量考量 对 你的克拉克基地 将来也是被打的 冤头打击 对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因为海警法已经上路 6月15号正式上路了 所以呢 它现在有万顿的拖吊船或海警船 就在马德雷山号附近 为而不拖 那就希望你菲律宾好好资难而退吧 不然到时候呢 中文大陆也不好意思跟你硬把你拖走嘛 不过呢 这个你看你要刚到什么时候 另外说到说 美国现在也想要跟中国大陆谈 尤其呢 财政部长叶伦呢 其实在7号下午的时候 就跟大陆国务院的总理李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会面 李强特别提到了 说你下来的时候有一道彩虹哦 然后呢 这个彩虹就说 希望了中美关系能够雨过天青 我们来听听看 好 将军怎么看这次叶伦访访 叶伦是一个蛮有知名度的一个财经的专家 因为根据他的业务执掌 因为对美国的经济 不管是美债也好 都是他很沉重的一个包袱 美国的经济也面临很严重的问题 差点就是政府机关都要shut down 都要关了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方面 跟中国大陆采取某种程度的一个协议 所以他是代表他个人业务执掌里面的需求 但是不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完整的态度 所以他去只是释放一个善意 但是我不相信会有具体的成果 你还要叫中国大陆再花冤枉钱买更多的美债吗 买了美债你再发展武器再来打我吗 所以这个是讲不通的了 但是中国倒也不需要这个时候跟美国全面的翻脸 就是说大家都在做准备 美国也觉得我没有做好全面干掉中国的能力 中国大陆也没有能力说完全跟美国能够相拼到底的本钱 所以大家都在做准备 战略的发展 经济地盘的发展 这个财力的发展 各方面在搞美元的霸权都在搞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勉强维持一个 我还尊重你是一个政府首长 跟上次那个欧盟那个代表来 中国大陆甩都不甩 你欧盟那么多国家 你又不是欧盟的这个能够实际指挥了 所以你看叶伦接待叶伦跟接待前面那个欧盟秘书长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了 今天这个方面看起来还有点斗而不破 但是斗的手段后面就有了 对啊 没错 你在制裁我什么我就制裁你 是 其实在叶伦之前呢 其实美国就不断的说什么 哎呀 包括了什么AI晶片啦 云啦 不能用啦 一堆的打压 没有停 中国大陆也有亮剑了 也就是中国大陆去进行相关的制裁嘛 说哎呀 包括什么 家啦 还有者的这些都是要进行管制了 那其实呢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雷神用这个氮化家 打造新型的电子扫描的阵列雷达 你就会被卡住了 F35的这个雷达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原物料会受到影响 因为家有管制嘛 然后呢 美国啊 现在他们呢 国防部的发言人说 我们美国呢 对于者呢 是有战略储备 但重点是 目前没有家的库存的储备 那家就是更重要 因为他会用到雷达的这一块了 我想问一下将军 不管天上飞的飞机 海上的航母跟航舰 雷达是要命的东西 要命的东西 你没有雷达 敌人从哪来你都不知道 看到他的时候你被干掉了 所以雷达是一个非常 你看每个国家的雷达都不停地在翻新 没错 你看中国大陆几条航母也好 是这个05大区 它的雷达一直在求进化 没错 因为雷达我看得到你 我就可以锁住你 就可以打到你 雷达是非常关键 你想想看一个F35 需要这么多材料 三百多公斤的这个稀土 跟这个稀有的金属 你建军没有这个玩意怎么弄 就很关键的一个元素你没有 虽然你美国也可以自己做 那不知道哪一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反制你 反制你还有啊 他这个除了武器上的反制 还有鲤啊 还有电池这些东西 都还没有动到这一块 商业跟经济战争里面 裁员就是靠这个啊 我以后就是 以后是电动车的天下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无论国防 无论经济 中国大陆也有他反制的本钱嘛 你今天不让我晶片 不让我光刻机 什么东西进来 我也不让这个给你嘛 所以美国现在有个很伤脑筋 F35 F22 都需要这些东西 是啊 雷达很重要 F22还好 它挺惨的 F35 卖了这么多国家 全世界都在买 它现在都已经 delay交货到这个样子了 对啊 你delay交货还不说 人家说我要修啊 我要缺啊 我也没料给你修 没有料给你修 所以lock seat很伤脑筋 因为这个东西啊 不是你喊一声就有了 对 起码你弄好几年了 是啊 你自己要生产 或者换别的地方采购 那很常 他自己都说了 美国目前没有加了库存的储备 你要跟谁买 你就只能跟中国大陆买嘛 所以这些稀有金属 中国大陆反制的东西很多 对啊 他只是挑这两个 不是说产地它多 而且提炼的技术在它所在 重点是提炼 提炼是很复杂的东西 而且很污染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也有它反制的东西 对 因为你美国经济反制啊 你像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没有无伤 他现在说前五个月 经济成长0.6耶 对啊 所以啊 所以啊 所以你 但是欺商权一样嘛 是啦 你制裁人家反弹打刀是你 对 为什么大陆不在乎你制裁呢 你把我东西去关税加刀了 我不付这个钱 是你美国的代销商 造成你经济膨胀的东西 所以这个欺商权你打出去 政治上看起来很威猛 回过头来老百姓叫苦啊 今天老百姓已经 抢这个百货公司抢商店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对啊 你看美国那么惨 然后你不要以为你制裁别人 自己不会受伤了 好你看啊 你不断打压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光卡你这两个 加啦 跟者 你都会受到影响了 另外再来看到 其实大陆的商务部的前副部长 魏建国说 我们现在管制只是开始 反制的工具很多 大家也很担心 稀土呢 稀土会不会呢 刚才将军先讲了离了嘛 那另外稀土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呢你知道 稀土啊就会用到 像是F35 会用到414公斤的稀土 那稀土大家都不用说 是中国大陆最棒了 那还有哦 还有一个叫做T的 T啊它用于啊 炮管 那个铅弹的硬化 子弹半导体 或弹药 穿甲弹等等的 这些你都会需要 美国的这个弹药 也是延期很久 这个弹药也会用到T啊 T啊你要知道 飞弹炮弹需要有时候耐高温 在这个大气摩擦里面 几千度的高温 你不要弹头自己烧掉 对 要比硬度 穿甲弹就是乌缸啊 T缸啊 这种高 稀有金属让弹尖特别硬 才能打穿战车的钢板 所以尖端武器对稀有金属的需求量 是很大 是 你没有那个东西 就没有那个效果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 美国要把台湾突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 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共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个力量